好,大家好 这小节我会来讲一下如何创建容器 在创建容器这个实例里面我会简单介绍一个例子 是如何创建一个私有介绍仓库的容器 这条命令大概的意思是说 Docker Run是把镜像创建成容器 Docker D参数是说把镜像创建成容器以后 把这个进程启动到后台 这个进程就相当于是一直运行 那么容器的状态也就是一直是up的 Docker P这个参数是说 进行端口映射的时候前面是输入机的端口 后面是容器服务的端口 推荐大家用Docker P Docker Restart等于Olivier 这是如果容器有异常会重新进行启动一次 好刚刚Name是创建这个容器的时候 我会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是叫Resetray 刚V是说 我会映射一个容器的目录到树机下 好最终是通过Resetray这个 MH2这个进行生成这个容器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来先查看一下 当前本地这个镜像type4是已经存在 如果没有存在的话 去官方去拉一下 Pool 然后拉一下这个镜像 我已经拉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拉了 好 然后我们创建镜像是Docker 创建容器是通过Docker Run这条命令进行创建 Docker Run 钢D是把容器启动到后台 钢P 最新端口映射 等于 RW 然后刚刚Name 起一个名称 叫Resetray 然后钢V 是我本地的Data Resetray这个目录下 映射容器的VRLab Resetray这个目录 然后通过Resetray2这个镜像进行启动容器 好 创建完了以后 我们通过Docker PS可以看一下 这个容器已经启动成功 好 然后我们需要改一下 镜像的Tag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把这个镜像 铺置到这个私有镜像仓库里面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镜像的秘密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Reportray 这个Reportray它可以这样写 我可以定一个 Ig 麦子 一定有点卡 帮号5000 这个是 我们Resetray服务器的地址 可以这样写 我要把这个Resetray服务器上要进行push 写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再写一个 比如说是Miles EDU 这个是Namespace 然后再写进行是 然后版本号 那么这个Miles EDU这个Namespace可以不写 那么不写的话 默认相对于是这样子的 就是多了一个杠 然后写杠 安静静止 会不让这样显示 这样的话也可以 好 那么通过重新命名的话 StoreTag这条命令 好 命名成什么样子 我们需要把这个 Ninx这个镜像 去把它命名成 我们想要命名的这个名称 好 点击回测 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来确认一下 这个已经命名完了 是这个样子的 好 OK 然后我们该上转镜像 上转镜像的话 需要修改一下 DockerDomite的起轮参数 然后再进行push 怎么修改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下面有一个Docker.service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 把这个参数添加一下 好 好 好 听见一下这个参数 之后保存配置文件 重新启动DockerDomite 这个需要reload一下 如果不reload的话 它会提示你reload的 然后Docker Docker重新启动完了以后 我们来确认一下 它的启动参数是不是已经正确的添加 PS等于UX groupDocker 我们看一下 这个已经正确的添加了 没问题 来确认一下 这器是又会up 这个就 说明reload 就是 always那已经生效 好 然后我们去上传一下 这个镜像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小DockerPulls Ig Myz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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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就直接 pulls到我们私有的 在这一切窗户里面 如果其他人能访问 这个reload 是窗户地址的话 他们就可以直接往下 pulls 镜像 就往下pull 镜像 往下拉镜像 好 这个上传速度会比较快 因为这个走的是内网 好 这个上传完了以后 大家就可以进行pull pull了 pull pulls 可以试一下 这个pull有两个操作 会检查本地有没有这个镜像 如果有的话就不会进行pull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进行pull reload 好 因为原先已经有了 所以直接就非常快了 就已经pull完了 好 那么这一刻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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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